用户提问,近年来,国产手机品牌的发展,很多手机性能都与苹果有的一拼,那当年卖身买苹果的人,现在会不会特别后悔? 专家回答,能做出这样事的人,可能压根都不知道后悔是什么,就算你后悔了也值了,身体器官不是头发剪了还能长,为了一台手机去卖身,这是万万的不值得,卖身买苹果这两年发生的比较少了,但是校园带分期付款这类型的案例,就层出不穷了,什么校园裸? 但也正是因为一台苹果手机而已,这样的贷款利率机刚不说,你还把自己的个人意思泄露了,大部分分期付款的利息,都可以再买一台苹果手机了。 但是这些年轻人被连哄待天的签了协议,这是不是就是你们说的智商不够用? 甚至还有人好多姑娘,为了一台iPhone出卖自己的身体,这样换来的苹果手机,用着真的开心吗? 对于一个健全的人来说,自己的追求,就应该用自己的努力来换的,好好的去工作赚钱,你要的时间都会给你。 iPhone X又出来了售价8388起,这是有史以来最贵的一台苹果手机了,不知道多少年轻人又会为了这一台手机而沦丧。 对于大部分盲目追求的年轻人我想说的是,一台手机给不了你想要的优越感,一台手机也成为不了衡量人的标准,所以真的不要盲目追求了,特别是哪伤害自己身体为代价的? 因为你根本不知道一个肾到底意味着什么,正常人有两个肾,左右各一,每侧肾脏大约有100到150万个肾单位,加起来就有200多万,300万,我们姑且把每个肾单位当成一个巨大工厂的工人。 这个工厂,在200多万,300万的工人中,只要有80万的工人在搞就行了,大家彼此轮换着上班,其乐融融,也就是说,只要三分之一数量的肾单位工作,即可满足正常肾功能,肾脏上有三分之二的机能储备,这是可以进行单测肾移植的理论基础。 在身体健康的情况之下,取掉一个肾,另外一个肾足以维持生命的正常运转,但是,闲下来的工人少了,每一个工人的细劳程度较前增加,肾单位非常娇气,要是安排他超压工作,他一气之下跳楼死了,就少了一个工人,跳楼的工人此起彼伏,肾单位进行性减少,会慢慢发展为肾功能衰竭。 肾单位不比干细胞,可以再生,这时候的危害大家意会吧,所以,你还会为买个手机去卖肾吗?